文化部执行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当中 唯一以原住民为主题的 就是花莲拉固拉固西流域的布农族群根计划 历经四年的研究和附建 布农回家的重塑成果完整呈现了 同时举办成果展 不仅让布农族人可以了解主线的故事 也要让不同族群的人也能够认识布农族 隐身在中央山脉的文化内涵 文化部执行再造历史现场计划 全台湾有33个计划在不同的县市进行研究 其中唯一以原住民为主题的 就是花莲拉固拉固西流域的布农族群根计划 从2017年到2020年历时四年 重回原地调查与修复 布农回家的重塑成果终于完整呈现 在研究意义上是 这个是由研究人员跟布农族的在地社群 一起合作去进行的工作 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南北岸 我们都有去做一些基础的了解 然后在嘉兴这个地方 我们也做一个像是地毯式调查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 那个地方的布农族家屋聚落本身 还有他们的耕地或是什么样范围 都有算是跟以前算是有一点突破的了解 就是说拉固拉固西它是一个 有丰富文化资产的地方 不只是布农族的这个东西之外 还有这个日本人跟清朝人都在这边 就是有过他们的主机 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从这个展 从这个成果可以了解说 原来那个地方是历史非常的深远 然后非常的非常有深度 这个家屋的重建在嘉兴里面 他们193334年就被签下来了 所以文化有断代 所以他几乎现在除非九十几岁了 才对这个地方有印象 八十几岁都没有在这里住过 都是在山下出生的 所以当他们找到他们这个 这个家屋的时候 在重建过程其实面临很多 怎么让他用传统的布农族的工法来重建 那因为他这个做法 等于是说我们从遗址的测位开始 然后田野坊团资料的佐证 还有前日记时代的这个调查 最后呢跟族人一起 共同把这个家屋盖完 那他们这个家屋比较特别是因为 布农族的这个购法 它是可以抵挡这个地震的水平力的 所以跟排完族不太一样 所以有他们的在地智慧在 布农回家拉固拉固西流域 布农族旧社溯源 及重塑计划成果展 分为三个主题 包括了老家拉固拉固西 家屋和家屋以外的 以及猎人领路等 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 展出一个月之后 会移展到伊陆干布农部落 来做长设展示 把四年来的成果留住在佐西乡 而这项行根计划 除了让布农族人了解祖先的故事 更要让不同族群的人也能够认识布农族 隐身在中央山脉的文化内涵 借铁回幻市报道